大家好,现在给大家演示最新版的INFC教程 首先我们在App Store下载好INFC 下载好之后我们点击打开INFC 此时进入应用的时候,它的数据是空的 点击右上角的写录,它会提示还未收集Mable数据 现在我们找一个主流程,点击加号 点击订阅,订阅链接放载评论区 也放载视频简介,欢迎大家进行数据订阅 800多个Mable数据,点击粘贴,点击确定 它会把所有的数据给收集下来 就设计成功,这个时候我们点看一下数据 数据已经有内容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它进行写录 首先第一个是分享,可以分享这个B文件 通过格工投送或者其他的应用进行分享 第二个是可以编辑这些信息 如果你不会不知道的话,就暂时不用修改 然后写录的方式有三种 NFC,Emilic和PixelJS 我们点击NFC 这个时候把这个贴在这里 一般是把它先贴到这里,然后再进行写录 我们点击这个,因为我这个已经写录过了 我们只是演示一下,就是这个 NTAG215,我们只能写录一次 然后写录好之后,我们怎么验证写录成功呢 我们可以点击订阅 不是,点击 点击NFC,然后扫描 它就会又回到这里来了 如果一般的话,网上买的它是NDF格式的话 我们可以对它下拉一下 选择NTAG Lite,然后下拉写录 这个时候对它进行一次初始化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写录过了 然后我们点击第二个 这就是通过NFC手机直接写录 第二个是通过Emilic,我们可以通过各大电商平台去购买这个Emilic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Emilic,然后点击一下开关 它就会连上,连上之后 它就会直接数据写录 成功之后,就自动断开连接为了省电 然后我们可以弄另外一个也可以 对它进行Emilic,然后写录 写录之后自动断开 然后我们演示一下第三种 第三种是Pixel.js 第三种的话Pixel.js 首先我们演示一下蓝牙链接 我们也可以先点击一下,然后剪辑蓝牙传输 这个时候它就连接成功,连接成功,写录成功 然后也会自动断开连接 从字里写录的话,它只是写录到根目录 大家记得写录到根目录 然后我们演示一下Pixel.js模拟Emilic的功能 然后字里点击进去 此时MFC也是选择Emilic点击 此时已经写录成功 你看字里已经有数据了 这就是三种写录方式 然后我们再讲解一下Emilic 讲解一下Pixel.js 点击设置 然后点击Pixel.js 这个时候我们要还是要回到 蓝牙传输这个插单 然后进去它会自动连接 这种连接之后我们可以给它进一格式化磁盘 那先等待一下格式化成功 然后我们可以进去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内容为空 一般的话它要传输一个 传输一个key.lytel到这个根目录 我们点击上传key.lytel 这样就省得你去到处找文件了 直接上传到根目录 然后这个就可以上传选择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就是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文件 你自己下载的 或者选择文件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订阅的 我们可以你看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 选择再选择一个 还有写录成功 这是看一下写录成功了 我们也可以选择多个多个的话怎么弄呢 然后就选择这样长按长按住就行了 长按住然后比如我们选择五个 它就会上传五个12345 然后写录成功 然后你要上传上传文件夹我刚刚点错了 然后我们如果要选择文件夹的话 选这个是看上传QRT上传文件 就是选择文件上传 选择上传就是我们订阅的文件上传文件夹 就是你哪个文件夹你要上传 比如我们已经在这个文件夹这里面有两个 你要上传哪个文件夹你就点击进去 但是这个是唯空它就上传不了 然后这里有两个我们点击打开 它就会有两个它就会新建文件夹 比如我们点击进去Document Document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上传QRT的 因为它只在根本录进行上传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格式化词盘 就是刚刚我们讲新建文件夹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123 然后它就会新建文件夹 然后DF格式化词盘 它就刚刚我们演示的格式化词盘 就是把所有的字据进行格式化删除 那先等待一下 然后格式化成功 它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数据了 我们一般会要上传一个QRT 然后我们DFU模式 刷新的话就是下来刷新一下 进入DFU模式就是进行固件升级 我们现在讲解一下固件升级的功能 点击固件升级 进入DFU模式吗 进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进入DFU模式 DFU模式的话可以从这里 两个进入三个路口 就是从这里固件升级 或者是从这里固件升级 或者是从我们的Pixel.js发送命令去固件升级 它到了DFU模式的话 它是另外一个蓝牙了 这个时候要选择 比如我们固件的话 自己列两个 这个是最新版的MableLink 这个是Pixel.js 2.4.1的 我们可以进行下载 就省得选择了 已经下载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话就直接选择 如果没有的话 你直接选择Pixel.js进行下载 自定义的话 就是把你的固件的下载链接放在这里 它就会进行下载下载之后 它就会选中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选中 就是你下载一遍之后 可以对它进行选择 就是会下载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选择设备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 我们这个已经不在那个模式了 我们要手动把它弄到DFU模式 固件升级模式 然后它就到DFU模式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下拉举下 你看每次都有 然后我们你发现没有这个Pixel.js DFU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它就连接成功 然后点击升级 它就会进行升级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右上角是有一些试制 如果你不懂得操作的话 就尽量不要去修改试制 如果你有自方便的支持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修改一下 也可以对它进行尝试一下 修改实质 我们等它固件升级成功之后 我们再操作一下 这里是上传的平均速度 记住进入DFU模式 它是原来的蓝牙链接就会断开 它就要连接DFU那个蓝牙 进行固件升级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这两个链接的话 我会迟迟进行更新 如果有新的MFLink 或Pixel.js的固件 我会更新是更新 大家就直接点击一下下载就行 如果没有找不到固件的话 最新版现在是2.4.1 Pixel.js MFLink也是最新版的 升级成功 耐心等待一下 它会提示升级成功 升级成功 我们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它已经会 这个已经升级好了2.4.1 然后我们点击试试 试试的话 这里是建议程 就是当前录制的视频 然后数据包 这是23 我们可以带进行修改 然后数据包 这些东西 背详管轮名称 这个你都可以对它进行 比如取用或进用 它会都会提示的 它会提示 你打开的时候 它就会提示你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专业的知识 你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这个是已经升级完了 这个我们点现在升级MFLink MFLink的话也是一样的 我们下载MFLink的固件 再在好这 它一定是进入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 它就是这个是按的 你不能在它开始的时候 再去长按 要这个是按的 就是它属于一个 睡眠的状态 我们长按13秒 1 长按13秒之后 它会进入常量的模式 这个时候它就进入固件升级的模式 那先等待一下 好 这个已经长量了 然后我们选择它的WiFi 也是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 你就下拉几下 它的名称一般都是Boot DFU的 这个MemberLink Boot 我们选择 选择一下 连接成功 然后这时候固件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下载了 也可以进行选择 这个时候已经选择好了 我们点击升级 它就会对它进行升级 MemberLink的固件进行升级 同理上面的也是一个平均速度 那先等待一下 升级成功 这个时候MemberLink固件也已经升级成功了 然后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具体的功能 首先我们讲一下 轻工的话 就会把所有的数据进行轻工 本地的数据库进行轻工 本地的数据库是一个没有没有data的数据 然后你轻工之后 记得重置数据库 这里可以重置把这个数据恢复回来 加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演示的 比如我们把这个写录来 NTAG-L5 我们也要验证一个Member 或者是你有一个新的Member 直接放这里去读一下 就是你买了一个正版的Member 把它读起来 也可以直接会读出这个数据 然后直接会把这个数据给写录进去 然后这个就已经有了 然后第二个是订阅 刚刚说了订阅链接 就是这个只是没有数据的 你看我们重置数据之后 它这个数据下面是空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订阅 订阅链接放在了视频简介和评论区 输入就是你要创建 自己创建一个Member 这些数据填填进去 就是必须要全部填满才能够创建 然后是文件 就是我们导入选择B文件 选择B文件 可以多选 然后多选的话 它比如选择一个 多选的话 它是进入最后一个 比如这个 我们刚刚的 然后加号的话 文件 文件夹就是 你要生存哪 选导入哪个文件夹的数据进来 你就可以 就它已经有了这些数据 进行的这些信息已经有了 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数据data 就是APP和Member的数据是分离的 就是你直接下载APP是没法使用的 然后是用户自己把APP的 跟数据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可以使用的功能 然后是文件夹 就是你要上传哪个文件夹 然后进入 比如我要上传这个Bin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这两个文件夹 我们点击打开 它就会把两个进行设计成功 然后扫一扫 就是扫买二维码 二维码的话 就是这样 长按一下 长按 它就会这样 然后把它生成一个二维码 因为它是数量有算 只能一个Bin文件 生成一个二维码 这里是保存二维码 这里是分享二维码 分享二维码 保存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对它用这个扫 扫一扫 然后这里是对它进行切换 切换的话 比如从游戏系列排序 MF系列 角色排 分类 进行分类 名称进行分类 类型进行分类 然后搜索 我们搜索的话 就是输入你 比如它的自己个 游戏系列 MF系列 角色名称 你记得到哪一个 你就搜一下 它就会进行过例 Eclod就是把这些数据 Eclod就是把这些data数据 上传到Eclod 然后你在另一台设备 登录项目的App ID 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首先是本地同步 Eclod 就会支持Eclod 是最新的一份 然后你在另一台设备上 Eclod 目的本地 就可以拉下来 当然的话 你可以直接订阅的话 数据也挺快的 然后这里是长按 长按可以对它进行多选 多选 如果你点击左边的这个图标 就会对它进行 比如我们这里 长按 点击左边 它是对这个整个的进行 多选 这个分类整个进行的多选插座 然后这里是展开 不展开 然后这里是修改 修改 修改这个分类的名称 比如我这个不要在AIMS 我们这个有个选中进行修改 这里全选 自己取消全选 然后选中进行删除 这是删除选中MAP 然后这里是分类 把它分类到另外一个游戏系列 然后这里是导出 这是导出B文件 我们在详情界面也可以对它进行导出 如果你导出多个的话 它导出的是一个FC1.FC格式的文件 也可以对它进行导入 然后这是生成二维码 二维码的话 它会提示 紧生成单个的二维码 紧生成单个AIMS2 然后点击go的话就会退出 然后再介绍一个功能 就是切换这个FC的图标 如果你觉得FC的图标不好看 FC的图标不好看 我们点击试质 试质 通用 通用的话这里可以对它背景图片进行过滤 默认是关闭的 如果你要显示背景图片 你会打开这 它就这里就会显示图片了 因为它是从美乐病图片里面下载的 它是随着每一天的图片都是会变化的 我们切换一下图标 比如你觉得FC这个图标真的不好看 我们那就换一个Amiable的图标 好看了吧 好看一点吗 然后再切换一个 就三个Amiable标识的图标 这三个都比较漂亮 欢迎大家下载IFC提出修改建议 谢谢大家